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3日 今天想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是違約的事務 阿爺其實說要解決債務問題 那些人攬借的問題 已經講了十幾二十年 之但是由於中國的經濟體系 和金融管理體系還未完善 有很多人 你這裡管我 我就折去那邊 你這裡管我 我就折去那邊 因此搞不到 直到最近這段時間阿爺真真正正會出手 第一件事出現的就是螞蟻上不了市這件事 其實螞蟻上不了市這件事是很簡單的 因為今時的銀行行長逸光 在1996年和2008年 都在他的央行的經濟研究裏面 是有兩篇長文去講 為什麼那些這樣的公司或者其他東西 可以使到他們的風險 轉而集中在銀行那裏 因此會帶來了國家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記住是兩個年份 一個2008年 這個雷曼爆破之後 這個是1996 1996是什麽年份呢 早過2008 早過公元2000年幫網潮爆破 中國的是金融界 那些管理層已經寫到這個文章 這個人就是易剛 所以他今天能夠做到銀行行長 不是就這樣 真是陰點的 他真是1996年已經行出他的功夫 預期見得到事件發展的嚴重性 或者那些東西會集中過去 這個是銀行方面的風險 因此銀行會有危險的 也因此 他在這裏 他在央行、人行 11月17日 就成立了一個央行的網站 第一篇的文章 就是由易剛寫的 他是抄回它 1996和2008年的研究報告出來 再一次講 那個是銀行系統性風險的問題 他這件事 總共這次是有25頁 我就把它濃縮為 今天 起這個Money Times的一板 那我覺得 如果你真真正正 是對這個 是中國的投資 和金融的發展 是嚴謹的話 你需要展傳這篇文 因為不是我的東西 是易剛的東西 他會告訴你 你將會是 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因此 大家將會見得到的東西就是 阿爺 是會對違債者 絕不救援 除非你是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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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為你是央企 省企一定會救你的 華臣怎樣 一樣不會救 當然 你說 如果國務院辦公室他怎樣 當然要救 是不是 所以你其他很多事情 就告訴你 你其他的民企 你死就死了 誰叫你 不聽話 所以 你會找得到 很多民間企業的地產商 扑到命 走去 用沽貨 沽清它 其實 之前 跟這個是中央 有些高官 很有關係的 那些高銀 那些什麼其他 什麼什麼的 叫你直接要走去 你沽貨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 今次 我們如果真真正正 將這些債務問題都解決了的話 就基本上OK 那你的問題又沒有問 喂 你這麼多間銀行爆 你這麼多間企業爆煲 那你會不會產生過金融系統性風險 這個就是問題 阿爺何時都要做事的關係 大家經常說 哇 你這麼多 其實很多企業的債務問題 去年是最高的 今年 第一 已經暗中逼你要去解決它 你看到恆大你就知道了 第二 第二 現在部分已經知道死後 就不敢再借 那麼慢慢的 今年其實的債務 那個總體債務 是比去年的 是小了很多 就是那個債務 已經不是好像心臟那麼大 爺 濕到老鼠尾那麼上下 就捏死你 捏死你 所以爺 不是說 立戀來開刀 而是怎樣 我不用死的時候 我們就捏死你 如果你要死 我也要死 大家就不死 不要死 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 不要再相信以為 一些叫大到不能倒 在中國是沒有這回事的 中國是絕對沒有這回事 你看到 之前一陣子的時候 很多人說 恆大都很大 大到不能倒 中央都是討論這個問題 討論完了之後怎樣 有救你嗎 沒有 麻煩你自救 很簡單 你如果沒有了的話 那些樓交給中央 中央幫你 鑑平斑圈賣掉之後 麻煩你再用薄薄水還錢 是不是 那麼中央就搞了一批 廉中屋 沒有問題 中央實吃得起你的 那在這點裡面 你將會怎樣 所以千多 中國不要相信這件事 是人力可以勝倒國家機器 大到不能倒 在資本主義之下才有 在中國裡面 對不起 唯一大到不能倒的 那個叫國家 你欺負到我上門的話 話說你特務抱 我都使得你要沒有抱 起這點 所以大家清楚一件事 慢慢把這些債務問題解決了之後 中國的投資環境 越更加是清明開朗 有什麼板塊可以受益 內銀股 因為你要走回正當的渠道 內銀它將會不用勒亂要 要迫著要借錢 因為以前有很多關係 要借錢 只要是收不回的錢 那它會呆壞了 就少了 很多的是債務 所有撥備 日後不小心撥回來 那條數就不得了了 所以你不要看它今時 說內銀賺錢少 而是因為它撥備多 要遇上呆壞賬多 那即是當他日 這個呆壞賬沒有了的話 他們就會撥回來 這樣 銀行那個盈利 就突然會爆升的 什麼時候會出現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 起到一個這麼低殘的內銀股 是值得可以買少少的 你起碼要幫它收息 好了 那我跟著又說一下 最近 整天很多人說 哎呀有疫苗 我們又出來 由於它升了上去 哎呀疫情又嚴重了 又多了下去 首先我問兩件事 第一件事 綠合彩呢 明框 明框 說明的了 菜賣會說明給你知 下個星期六 來近這個星期六 六日彩呢 就將會有一個 十億元的金多寶 說定是給你中的了 那你就去買吧 給你六個號碼 不過對不起啊哥 你會起今個星期三呢 那些財仔上門斬你 因為你欠了財仔 起一百元 你就沒有那一百元去還財仔 那話知道你起這個是 星期六 你可以有十億元 就是金多寶 那些財仔要斬你 這個問題是什麽呢 十億元的金多寶 就是疫苗 明年才有嘛 年底才有嘛 一開始有多少啊 但是疫情是什麽事啊 今天找到你上門了 跳舞的班就找到上門了 是不是啊 所以問題就在於 哪樣緊 哪一個只是dream 當dream未come true 的時期之中 麻煩你照顧眼前那個 所以一定是疫情主宰市道 而不是那個疫苗主宰的市道 不要再相信六合彩金多寶 可以給你發達 因為你星期三已經過不了 因此市場是很醒目的 不要跟我說太遠的將來 只是跟我說時刻 人人都是有今生無來世 在投資市場上 因此 所以經常用疫苗來炒高 他們想出貨 疫情 就是他們想要真正正的 要出貨的原因 不過市場上升不上 才不下 就是這樣 好了 好了 講完這兩件事之後 我們今天就講講恆生指數 因為今個星期 又會是期指結算 期指結算 我們看看這件事 周線圖上面 很對不起 今天又是懸著在這裏 這個世界有一件事 下跌到三天 你便沒有力下跌 就像這樣 所以我對期指 未來這幾個日 以至11月整體的走勢 是稍為開始 認為是見了頂 是悲觀了少少 現在一定要看看 他手不數二、六、三這個位 我估計 就會出現一個較大幅度的調整 而這個出現 可能就會是明天 快的可能是今日 遲些的可能是後日 所以大家需要留意一下 我們就開始講些幾happy的事情 358江西銅 江西銅呢 我在10月20日那時 曾經是推介過的 當時是9元雞 現在是12元 幾好 如果當時真真正正 是可以有跟足一下的 這樣就應該都有到 三成的收益 即是這個10月 不是很遠的 10月20日 但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左右 三成差不多了 即是來到現在 這裏怎樣呢 不要再那麼happy 應該有些阻力 應該會回復下來 如果你未上車的 可以想一下 11.4左右 起這個11.3 就應該有個支持的 跌穿上一個3 這裏怎樣做 10元還是8日 只虧了 沒有法子 上面可以看幾多呢 上面 我就看13 以至去到15元 好多人會問 江西銅 我們是否買它 說經濟上回復上升 疫苗的關係 發你的夢 在10月20日的時候 有疫苗的消息嗎 沒有 那為什麼人們會上升 一個很簡單的 因為疫情 使得很多銅礦 是關閉了 明年的3月 銅的供應 是要很短缺 現在這個升上來 是在炒同的短缺性 不是在炒經濟擴張性 所以不要隨便說 這個是因為疫苗的事情 弟弟是在10月20日介紹的 當時完全不可以有任何疫苗消息 你看 說完了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不要只看疫情疫苗 疫情疫苗 我們看看 實際上面有些某些物品 它的供應性 你不要看太多了 大約是13、15元左右 因為到差不多 怎樣呢 你真的到時中 經濟 經濟好了之後 同的需求量 不要求上升 那又可以死了 所以這點需要留意 中外運 跟疫苗疫情有甚麼關係 沒有 我呢 就是在9月24日 當中外運過9時 推介過 是應該可以去考慮的 9月24日到現在 兩個月左右 由過9 就升到2.9 差不多80% 那我想都算是這樣吧 沒有80% 80% 60% 算是這樣 跟疫苗疫情沒有關係 所以跟一件事有甚麼關係呢 當你其他歐洲等一件事不行的話 中外運用甚麼呢 火車嘛 火車走甚麼 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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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活動 那就這麼多 所以 現在呢 還是可以想想的 因為 我估計 我估計 中外運呢 是可以去到4元 雞的 那當然啦 你說是否可以一剔即就呢 那不是的了 那你開始就要看看 始終個世紀好 那 就想想它 可以 如果 你是覺得 長線些 那 這個呢 日線 兩個月的 好了 好了 再其次呢 就要看這隻 順而光臨 今天呢 有很多人說 玻璃股 玻璃股 光復股 光復股 要看回有幾樣東西 有些已經升得多的那些 開始現在要整顧的了 那這隻股票 我們在10月29號都有介紹過 10月29號的現在這個月了 都是基本沒有甚麼寸進 當時的價格呢 它是大致上是起14元的 現在還死 不見了毫多 那 之但我始終還是覺得 它調整了之後呢 它有望是可以上到15元 那它應該是在這裡 作為做一個支持的 就是作為一個 橫向的整顧 因為為甚麼呢 始終 新能源 很多 汽車玻璃 建屋的玻璃 都是需要的 這些是屬於新經濟裡面的一個環節 不要以為是新經濟 就是納米 不是這樣 不是新經濟 就不一定是芯片 你的芯片都有用的 你無論你幾個 7納米 5納米 3納米 那個壓按按鍵 那幾顆地址 都是很低b的東西 不過 你沒了按按鍵 些新經濟的手機 有用嗎 沒有 依實 充電器 低b到無限 不過 你沒了它 你可以充電嗎 不行 所以這一點環繞新經濟的 所謂新波技的一些舊經濟股 都是可以想的 而這些舊經濟股是正一烏龜股 給別人先走 幸好他就不用先死 為什麼呢 你搞定你才訂我的舊東西 你沒有那麼多個電話 你不會訂我那麼多個電話 就按滴滴了 因此我是很辛苦 逐粒的可能是賺你不夠一分錢的東西 不過你打開了條路給我之後 我外面下面 只好說不要聽 我是餐廳上面那一碟前菜 不起眼 不過你賣單找數都要給錢的前菜 是不是 很簡單 我告訴你吃包心次圖 前菜那樣東西你都要給錢 那個酸薑 算了 是這麼多東西 所以環繞著新經濟的一些舊經濟的東西 跟它癡實 永不清不離陀的那些 是有可以考慮的 好 接著講一些最新經濟的東西 當然是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它可以上升 緊起10月12日 我就說 它那時仍然是21元 我可以考慮吸納 目標價是25元 的確 這裡看到25元左右 26.1元左右 好像記得 這是周線圖 這樣就跌回來了 跌回來了之後 這條中軸線是下滑的 即是說什麼 調整 這裡就是這裡 接著就下來了 下來了 下來了的時候去到多少 沒有的 你照看這裏的話 來來這裏好不好 下面的底 東道底那裏 就是21元左右 那我覺得 又不要21元 給他多5毛錢 那就是20元 5毛錢 如果20元5毛錢 是能夠罵得到的 那在上面看多少 那看你25元 為什麼25元呢 都是這些位置 所以始終 中芯國際 它一定是在一個 它是整體一邊 它是走龍頭 不過龍頭呢 有一件事 你做老大 是有些風險要背的 是不是 所以這一點裏 中芯國際 都是會升升跌跌 那如果 你現在還有貨的 還未出 那我又覺得 我都很難去 這個去介紹了 因為25元至20元之間 你22元 剛剛就是似乎 似於那個中間界 那暫時 如果你有貨的 就觀望一下 沒有貨的又觀望一下 就等到是20元 那就修理它 就是這樣 有個讀者來問澳流 澳流之前 我也曾經 推介過 說它是尋底的 那這個套總綠 在這裡正在看 現在真的很挺 沒有法子 到這裏應該是有機會上升 上升完之後 它就回來了 在目前來說 只要繼續到這個沉底 不過我覺得 由於澳幼 它始終還在說奶葉等等 是中國未來很需要的 這一點我稍後再詳細講講 因此這一點我覺得 暫時先拿著 暫時跌穿了10元0.6元 是沒有法子的 是要止蝕下的 日線圖上 我覺得它已經可以橫行 10元0.6元就是這個位置 再跌穿的低位就不好了 否則我估計它應該 這個星期或下星期 可以上破保利加通道的 日線圖上的中軸 再湧上去 接著就是保利協欽 保利協欽 這張是月線圖 為何給大家看一張月線圖 因為它的保利協欽 曾經由很悉測風雲的時候 三元雞 唉 跌到下去兩毛主 很淒慘的 你不肯走貨 你不肯依巡 這個保利加通道 跌穿了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麻煩你走貨 這個這麼嚴謹的教訓 何法都要彈上去的中軸 又不行 又要再跌下來 你不能夠不走貨 好像這裡這樣 上去之後又穿尖湯 你一路走貨之後 沒有賣信號給你 這到最近的時候 我在8月26日 就叫大家可以去考慮買一下 這是周線圖 8月26日 8月30日 26日這裡 當時我就說 這個是可以去上升的 上升多少我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很簡單 你看看月線圖上面 它由3元的雞跌到2毫子 喂 它彈上去5毫子 彈上去1元 都只要回彈回 0.382而已 很弱 雞反彈來的 那支貸問題 你一定要記住有幾項 保利 保利這個詞是怎樣 還有協欽 這個詞有三個金 保利 所以 這些很明顯是軍方的企業 因為 我從說文解釋 不要告訴特朗普 不是他們 封鎖了 還是保利協欽 凡是金的 凡是補的 凡是利的 協的 協防的 協作的 你還說它不是軍方 真的 所以在這點裡 在日線圖上 6月 它現在升到6毫子 我覺得它還未升完 它可以升到7毫子 其實很簡單 大家看看量度 這裡我當它是項線 這個項線大致上是5毫子 這裏是3毫子 3毫子和5毫子之間是2毫子 5毫子上面加多 應該是2毫子 就是7毫子 就是這麼簡單 為什麼保利協欽可以得到呢 以前的時鐘 因為早期 所有的等等 技術未成熟 現在越來越整了這麼久 技術就成熟 成熟之後 就可以想了 所以保利協欽又不太多 望去到7毫子 7毫子的時鐘 如果你能夠起 當時我起8月26日介紹的時候 它大約是3毫2的 3毫2能夠去7毫子的話 起大致上都是不夠半年時間 都算交代 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會留意 我是會有介紹股票的 不過以下這些介紹就不是我的 所以 如果你要聽介紹股票 或者研究一下股票的 你只可以在經濟部的 網站上聽得到 看得到 其他地方的 如果它只是用石鏡泉 巡天下之中 有千萬個很有能力的石鏡泉 不過 說到光頭老了 這個脫毛 這個樣子 就只有我一個樣子 是不是 所以這一點來講 大家去看看 我脫下的面罩 給大家對比一下 你還說不是模型我?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